御仁天皇是日本天皇 御仁皇帝 御仁天皇的皇后叫美之子 美之子并不是达官贵人家的后代 而是一个普通平民 名人天皇想通过这件事告诉日本民众 他是一个厚德的天皇 不会在意那些世俗的眼光 名人天皇即为第三年 进行了一次访华 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到中国来的日本天皇 名人这次只是简单的访华吗 其实没那么简单 日本方面可以说是做足了准备 在出发的前一天 日本外交部门特意邀请当时 驻日本大使馆的中国大使馆 领事杨振亚一块吃饭 通过他对北京以及中国人的一些饮食习惯 和风土人情进行了解 芳花当天 日本将能带上的记者全带上了 将这次访华全过程 进行了追踪报道 并且通过卫星同步跟播 向全世界现场直播这场历史性的会晤 很多搞破坏的人 希望这一次会晤中 出现中中差错 以此来惹诺名人天皇 好给莫非中国创造一个恰到好处的理由 当然这些可能发生的情况 早已被我们的安保人员考虑进去了 所以 在会晤前 早已和日本方面进行了足够多的磋商 以及制定了多种应急措施 在行程结束后 在双方的欢迎会上吃饭时 大家都发现一道菜的上席 让日本方面感到非常不舒服 那就是螃蟹 为什么日本会有这样的反应呢 并且要求中国立即将这道菜给撤下去 日本外交人士称 如果被媒体拍到 名人皇帝吃螃蟹 传播到世界各国 那日本丢脸就丢大发了 可是中方却拒绝了 车下螃蟹这道菜的要求 称这道菜是宴会里面早已确定好的 不能更改 如果擅自撤掉这道菜 被媒体拍到 就会小题大做 惹来不少对中方的猜疑 就在很多媒体都在等着派名人皇帝吃螃蟹时的丑照时 却发现名人天皇很轻松 就把蟹盖打开了 原来在上菜之前 大闸蟹的盖子已经被厨师提前打开 成功避免了名人天皇 因不会打开螃蟹盖子的尴尬 事后有不少消息称 其实日本是希望名人打不开螃蟹盖的 这样就能找到挑逝的理由了 但没想到被中国化险为一了 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